看看新闻榜 真的说不亚于一些当红的明星偶像 到底他们用什么样来征服我们观众呢 这样一起感受一下萌妹子的魅力 他们可以这样卖萌 可以这样发呆 偶尔也会用眼神变人 外加无厘头的舞动 她们如今在镜头前谈笑自如 却都是仅仅出道一年的90后姑娘 她们便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女子偶像团体 SNH48的成员 大家好 我现在所谈的位置是上海的舞台 在这里即将进行的是 中国首个大型女子偶像团体 SNH48的一周年出道纪念歌会 30多名成员将在这里载歌载舞 虽然说仅仅出道是一年 但是这个团体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粉丝 从今天这个5000人的场地上来看呢 上座里达到了8成到9成 而且在粉丝当中我们会发现 男性同胞占的比例非常之高 下面我们就注意到其中有一位是忠实的粉丝 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她 你好 你好 请问你喜欢SNH48多少时间了呢 大概有一年多了 问一下你最喜欢谁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施燕宇 为什么喜欢她呢 因为她比较正能量 然后练习的时候也很冷真 跳舞也很努力 那你会不会她唱了歌呢 会一点 那能给我展示一下吗 亲爱的你今天 许愿与老师打球在这里 亲爱的你今天 陆婷与老师打球在这里 什么 这位男粉丝还不够疯狂 那请看他们 S-A-N-K-S-K-O-D-A-T-B-A-T-B-T加油 如果这样还嫌不够激动人心的话 那就请看他们的最狂热模式 就是在这样的呐喊中 SNH48萌妹子们登场了 Go Go Forw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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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road 前进上的阻碍 River River 和他眼前River 命运的River River 出版试炼River 我相信迷茫 证明我坚强 也有于现在 立刻跨出的第一部 R的演出也是 SNH48首次采取红白对抗的形式 团队中分成为 以17升为主的S队 和27升为主的N队 两队进行歌舞PK 而现场的观众 将会用短信 网络投票等方式 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 因此两队的队长 更是在当场发布了宣战口号 今天晚上可以说是我们 SNH48在2014年 跨出的第一部 我相信我的队员们 你们呢 谢谢大家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 也可以支持我们 SNH48 Team S2 看着前辈如此卖力拉票 有网络投票选出的 N队代理队长林思义 出声牛犊不怕虎 同样卖力吆喝起来 我们将让你们看到 不一样的我们 敬请期待吧 乔这一群年龄在16岁到22岁之间的姑娘 在台上卖力演出毫不示弱 殊不知这一年走来 背后的艰辛更是数不清 提起这次一周年公演前的排练 队员们都不禁感叹起来 经历了一个星期 只睡了12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的样子 就在公演前一日 娱乐星天地独家坦般的彩排现场 连续的训练 姑娘们早已疲惫不堪 当天甚至排练到了凌晨 不过再决心也是浮云了 因为在表演当日 经过一年训练的他们早已专业的 用最饱满的表演回馈给广大的粉丝 为了新天地 萌妹子们的故事有后续独家采访报道 看得出来SNS 48真的是非常的当红 而且每个成员都非常努力 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你们下来中兜的 对比赛 好 好